早晨 今天是7月18日星期二 欢迎收督开市最炸菇 今早有看一资本管理的研究部 董事汤丽雄和谭海运 陪你一起开市 Kami 今早大使是否知道 留意今天港股的表现 因为昨天港股打封停市一天 但是A股仍是有开市 昨天也公布了中国的GDP数据 按贵度是有增长 但按月方面是差过市场预期 所以昨天也见到上证指数 仍然低超过1% 今天看看港股的表现 至于今晚要留意 美国方面会公布零售数据 最近也见到耶伦也说 美国不会存在经济衰退的问题 如果零售数据也做得比市场预期 有机会令美股持续向上 星期三Tesla业绩 高盛业绩和Netflix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或是有心得上交流的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是下载香港经济部HKETF 在聊天室里 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很淡增持 道指先跌后升 市场观望 今星期稍后美国企业陆续公布业绩 美股星期一好淡增持 道指低开9点后 最多1度跌90点 其后倒升最多156点 收市升76点 收报34,585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收市升向上 报4522点收市 纳斯特克指数 收市升131点 报14244点 再创去年4月以来的最高 纳紫金融中国指数 逆市向下跌0.2% 欧洲股市要向下 法国股市跌超过1% 招点美股 Tesla第一架电动货车Cybertruck 完成生产 股价升超过3% 苹果升1.7% Meta靠稳 Netflix星期三公布业绩 股价上升1.8% 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星期五的收市 普遍要向下 百度、腾讯、阿里和京东 都比本港收市低超过1% 比团低超过2% 汇控比和比亚迪都比本港上星期五 收市高超过1% 比亚迪折合266.77 汇控折合63.65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 现在升255点 报32,646点 首义终合指数未跌7点 适量普通股指数跌13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 最新跌9点 报11,929点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最新升81点 恒指大概到19,200点左右的水平 我们谈谈港股的情况之前 和Kimi谈谈外围 先谈谈数据 纽约7月的制造业指数 降至1 不过因为市场预期是-3.5 所以这个数据比市场预期好 指数高过0 也显示活动扩张 另外美国财长耶伦就说到 中国经济放缓可能会波及全球经济 不过他预计美国经济不会陷入衰退 他说到 美国的增长放缓 但劳动市场依然相当强劲 预计不会出现经济衰退 他又说 美国经济的势态良好 将在劳动市场 不出现重大疲怨的情况下 能拉低通胀 美股继续强势 纳指数再升到15个月的高位 美汇指数反弹到100以上 债息会下跌 今个星期市场观望着 大型美国企业的业绩 走势上是否主要受到业绩左右 以及你预计纳指是否能够 受到大型科技股大动而继续破顶 你看到我笑得这么开心 因为我昨天确实有拿着美股 早上起床的时候 已经看到每个美股 都有明显的升势 特别是Tesla 昨天又被我贴中 284元这个低位买了之后 你见到它临到收时 都算是高收到289元 当然这个礼拜的时候 中之中就要看回Tesla的业绩 因为不少人都会觉得 Tesla今次的业绩 会不会比起第一季度的时候 毛利率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对上次的毛利率跌破20% 所以令到股价有一个明显的跌幅 但今次不少人都会觉得 它这个减价战已经开始淡却了 少了一些车减价 所以有机会就在今年第三季度 可以说成功交付的话 这个势头市场也会看好 它明天公布的业绩 除了Tesla业绩 也要看着Netflix业绩 因为其实Netflix如果有留意它的股价 自从它取消了 就是share account 就是将你那个Netflix的账户是可以跟其他人去做分享的时候 而不打这个措施 已经看到Netflix的股价持续創新高 Netflix 都会显示到它的业绩 代表美国人在零食或者需求会不会增加 代表你真的有闲鱼的钱 所以将会放进去做一些娱乐等等的消费 所以如果Tesla和加上 就是看到Netflix的业绩做得好的话 就会令到市场方面 纳指的升幅会更加大 当然还有高盛的业绩 认为到下个星期美联储加完一次息的时候 9月就有机会不会再加息 接着就会暂停加息一年 接着就会踏入减息那方面的周期 高盛的那份报告准不准呢? 其实不要百分之八要相信 这些大行报告要相信自己 因为其实高盛曾经在3月份的时候 美国爆发银行危机的时候 就预计3月份美联储是不会加息的 所以只是一个参考 当然高盛那份业绩 也是一个很大的重要资数 因为大家会看看 经历了3月的银行危机之后 银行盘数做得漂亮不漂亮 而显示美国有没有一个财政危机出现 所以这三大公司都是要留意的 是的 刚才Kimi也特别提到Tesla 我们详细一点谈 将会在星期三的收市后 公布第二季的业绩 讲讲市场的预期 预期收入有不错的增长 收入按年和按季 其实市场预期增长都超过四成 去到45% 增长45% 就去到245亿左右 经调整的盈利 预测只会增长9% 去到28亿7千万美元 市场最关注的是 Kimi刚才一再提到的模拟率 由去年年底的数是25% 最新预期会跌到18.7% 看出来的数据 在减价之后 最新的数据会是怎样 大家关注着 另外 Tesla在Twitter公布 第一架的Cyber Truck 已经在Texas的超级工厂生产出来 股价今年至今升了1.3倍 单计第二季都升了26% 上日再升3% 已经去到290美元的水平 入职前 其实你建议大家怎样部署呢 就是你昨晚看准了 但是现在好像我这样 错失了昨晚的时机 去到目前这一刻又可以怎样做呢 我自己会在他出业绩之前 先食股的 为什么呢 我一般不会太大胆去倒业绩 因为大家会有一个想法就是 Sell in the fact 就是好消息出货 通常你现在看到Tesla的股价走势这么好 其实你看看昨天美股 几只做车的股份 Rivian的股价其实都还没转回 都是有一个明显的跌幅 都是跌超过1%至3%收市 但是反而Tesla 就是去到284美元这个位置 去到288-289美元这些位置 就是收盘 接近昨天Open 就是开盘的位置 290美元这些高位的话 其实算是强势 也是显示了 市场非常看好它这个分析的成绩表 其实我觉得另一方面 令到Tesla有一个明显的上涨 我不知道Wendy你有没有留意 最近Tesla在内地也有一些动作 买了一部儿童车叫做Cyberquad 因为我有个儿子 所以我很留意一些玩具 Tesla就是出了一只叫做Cyberquad的玩具车 在内地销售四个小时之内 卖光了 接着 你知道内地最流行是什么 黄牛加价 它将那部车加价8倍 都有人卖 很夸张 所以其实 它一部车的钱 11,990美元 也挺贵的 因为我宁愿会去Toyceress 买一部玩具车 销售状况都做得不错 所以 其实已经是在创造一个中国的市场销售 甚至是有一个惊弥 是一个新的车方面的推出 我觉得对它的股价是真的有个帮助 但是为什么我会选择 19日之前汇沽 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我会比较担心 会不会有很多人看到 股价去到290美元 差不多 越多人觉得上300美元 就可能这个位置有阻力 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有Tesla call 特别是call 不是征股 我都会建议在19日 出业职之前 才沽货获利 这个就是Akimi on Tesla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其实未来都会有不同的公司 会出业职 Tesla以外的话 你会不会说有些公司 你都可以有是你的心水的 就可以博一个业职做得不错 而在业职之前 又可以做一些短期的买卖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会博一个股份叫Doordash Doordash这个股份 D-O-O-R D-A-S-H 它就是港版的尾团 做外卖服务的 可能如果有炒美股的你 都会知道Doordash曾经有一个风光时期 就是在港股大牛市2020年的时候 Doordash炒到差不多非常高位的水平 但它没有那么快出业职 它8月3号才出业职 但如果你看一看Doordash的股价走势 其实已经是持续创成这个新高的 我自己会看好这个外卖业务有几样东西 Doordash就是D-A-S-H.U-S 你会找到它的走势图 首先第一 Doordash 你会看到它 在外卖业务方面 有一个明显的增长 因为自从疫情过去之后 其实已经是令到它的外卖业务方面 已经是有一个恢复性方面的增长 第二样东西 Doordash 其实你留意 它那个公司的价钱 还是在一个很低的水平 它盛世时期炒到130元 但现在的价位是85.34元 而且你看它的股价走势图 现在Wendy也开了给大家看 非常漂亮的兜底向上的格局 其实如果周线图的话 你看到它100天线94.6元 你做短炒 炒它业绩8月3日公布之前 我觉得是可以值得留意的一只股份 除了这个Doordash之外 还有什么的板块要留意呢 最近我就会劝 不要碰着迪士尼 因为为什么呢 有留意的话 迪士尼有几样的 最近走某一个商场 也看到有一个很大的迪士尼展览 就是因为迪士尼100周年 原先我都会觉得迪士尼100周年 都会有一个股价明显向上 可以炒作的趋势 第二 Deadpool 现在会拍第三集 曾经大家都看到 迪士尼Deadpool这一部电影 也是炒起了一个热潮 而且他现在上一部电影叫《夺宝奇兵》 都是迪士尼他们制作的 其实效应反应也很好 但是最近迪士尼 在荷里活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霸工潮 那就糟糕了 所以迪士尼手上有几部电影 因为霸工潮的影响 就暂停了 不可以去拍片 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 昨天美股的声势 兴盒合和 每个人都做得好 为什么迪士尼 反过来收盘会跌超过3% 就是因为霸工潮的影响 所以我们如果炒美股 或者欧洲股市 最担心的是霸工 甚至炒航空板块 都最担心的是霸工潮 所以暂时我会说 不要打算抢底尖售的 就是Disk这个板块 OK 我刚刚给了Doordash 暂时就不要看着Disk 你可以先留意着 另外一只如果你问我 短炒的板块 我觉得可以留意 SQ 这个股份 Block B-L-O-C-K Block 它美股的Ticker 那个号码 就是SQ.US 这一只股份 我自己都很喜欢它 为什么呢 它做什么呢 它是做Cash App 就是说它是做一些 手机的个人支付 应用程式的App App 如果你要留意 最近如果美股 升势最好的股份 最快 一定是一些 虚拟货币的股份 所以你会看到MARA Cornbase 这些股份都升得很好 但是软件服务的股份 其实都升得不错 所以我都会留意 这一只Block B-L-O-C-K SQ 它那个号码 你可以留意 它的买入的机会 其实现在Wendy也开了个图 其实股价稍微落后 你看到它还没回到 之前那两个顶部 对上那两次顶部的位置 就已经去到88元这些水平了 昨天也看到反弹超过3% 高位78.8 如果想捉住 美股这一家上升这个势头的话 可以留意这一只股份 短炒 看到84元 这个位置 如果你是aggressive的话 你可以看到 88元这些水平的 好啊 我们看看上天的恒指走势 稍后和Kimi聊一聊 上星期恒指年升五个交易日 可不可以继续看好 我们开个图给大家参考一下 恒生指数年升五个交易日 上星期五高开184点 早段升幅一度收窄到13点 之后收市升六十三点收市 收报19413点 总结整个星期 恒指累计升卦千点 升了1048点 升幅5.7% 科指先升后跌 收市跌8点 报4228点 整个星期计升8% 国子星期五升14点 收报6558点 升5.8% 我们一起看看上星期五的北水盘路 持续北正流入的金额 正流出的金额是6亿7千万 正流入最多的是小鹏汽车 金额2亿3千万 联通有2亿 中国移动有7千万 看看正流出 正流出最多是腾讯 有9亿1千万 汇控有3亿5千万的北水正流出 美团售有3亿2千万 小米都有1亿7千万的北水正流出 刚才我们都略略说过内地GDP数据 现在和大家详细讲讲 第二季和上半年的经济数据 都是差过市场预期的 国家统计局公布 今年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GDP 按年增长6.3% 是两年以来的最高 不过就低过市场预期的7.1% 按季上升0.8% 上半年GDP按年上升5.5% 全国成真调查失业率平均值5.3% 不过当中值得留意的是 16-24岁 劳动力调查的失业率 就再创出有纪录以来的新高 去到21.3% 数据公布之后 内地股市要向下 多间大行都相认 下调了内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 波金士丹利 将经济增长目标 由5.7% 下调到15% 北克来最新看4.9% 高盛就说到 为了抵消持续的增长逆风 预计未来几个月 中国将出台更多针对性的宽松措施 重点会放在财政 住房和消费方面 Kimi 你看到经济数据 无论是三头马车和经济增长 也比市场预期差 你觉得港股真是那句 就是会向下炒 因为经济数据差 看到经济的隐忧也大 还是持续憧憬7月底的大舊市 而向上炒 暂时我都会看港股向下